台东小米粽中毒事件 今天再公布了最新的裁剪结果 采集第二批的剪体六件发现 岛米粽内残留小米粽 剪出的托福松 每公斤1323毫克 蒸煮锅又微量了托福松 而昨天跟今天公布的检验结果当中 都以小米浓度最高 食药署表示 两者看起来是有关联性的 是天然食材带入的毒素几率不高 为了加速查出台东小米粽中毒事件 援凶食药署加紧脚步 9月16号到了台东京风厢 第一例死亡个案住家 采集第二批剪体有六件 包括了岛米粽内残留小米粉 盐味精酱油等等 21号完成检验分析 检验结果发现 岛米粽内残留小米粉 剪出托福松每公斤 是有1323毫克 真主锅的涂抹柿子 也检验出有微量的托福松 其余的剪体 包括了盐味精等等 则是没有剪出托福松 食药署副署长林金富表示 20号已经对外公布 小米粽本身托福松的浓度 来到每公斤224毫克 其余的食材当中 小米的浓度也异常的高 达到每公斤405毫克 再加上今天剪出 岛米粽内残留的小米粉浓度 同样很高 两个看起来很有关联性 而且数字也给出更多线索 食药署进一步说明 和过去的记录相比 种植的残留量再大 也不应该会到每公斤 1000多毫克 这次验出的数值如此之高 十分异常 是天然食材代入的毒素 几率并不高 意味着人为因素大幅提升 其实小米不用农药 他们怕鸟吃 因为鸟很喜欢吃它 小米现在嫌疑大 也引发种植小米的农民 高度关注 家属曾经向检方透露 小米并非阿嬷中的 是人家送的 到底中毒案致命的原因 还有过程为何 食药署强调 卫福部做的是行政调查 后续仍在检察官侦办 理清脉络 记者综合报道